牧師去聚會要扶人 我不知怎麽扶人 那些人真的會攤卷 無力 需要坐下 我就覺得奇怪 牠們為什麽會無力 並沒有意識 牧師不知怎麽扶一下牠 牠就軟了 牧師的手這麽神奇 還是那些人扮東西 我就細心觀察 我發覺牠們攤卷坐著 牠們是舒服的 牠們是開心的 是平靜的 就不是好像很暈 或者是焗傷 不舒服的 那種的東西 牠們坐下之後 覺得牠們是很平靜 很平安 舒服的 這給我一個新的體會 因為有個姊妹說牧師在看守後 牠們攤軟了 坐下 牠們感覺就好像去了天堂 那我就有些少明白了 當人去了天堂的時候 原來就是這樣得到安息 這樣舒服 因為我很相信那一刻 牠真的跟主耶穌在一起 所以牠會有這樣的表現 牧師這類的聚會是OK的 是見到人得釋放 還有心靈平靜 平安 牠們是真的有感受 而自己領受了 自己領受了 覺得很舒服 所以就貪圈 當時見到那些兄姊妹不是失去意識的 不是被氣氛所改的造成 那我對牠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牠們是很平靜的 因為要我們去想一下 耶穌如何好 親近神 愛慕神 就是這樣 那你對於聖靈的工作是甚麼體會 聖靈的工作 我們不要困住聖靈的工作 我們不要覺得聖靈會這樣做事 或者聖靈不會這樣做事 我們是開放給神自己去做事 我們憑著信心 根據我們讀經 我們認識神 去領受 因為牠就先說到人們不知為何跌 其實我在不同的教導有講到的 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的看 見到榮耀的耶穌 牠就跌在地上 其實中文翻譯 但其實原文是跌倒 沒說到分前一分後的 即是跌倒 而我見到榮耀的耶穌 在《釋藍傳》第九章 牠也是跌倒的 即是神的強力同在 人是可以站不到的 另外就是在耶穌被捕的時候 那些叮叮問 耶穌跟我們說 你找誰 牠說找拿實能人 耶穌 牠直接說我是 他們就立即退後 跌倒在地上 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神是強力的存在 人可以跌倒 或者沒那麼強力的時候會搖動 這個就是我們給人看到 原來神可以影響我們的身體 而最重要的是 會帶來祂生命的改變 他們會感動 安慰 得釋放 其實呢 釋放這件事 有些聚會比較強烈 有些聚會就沒那麼強烈 有些聚會有些人都很強烈的反應 他喊得很厲害 哭得很厲害 都一樣有的 這是因為他裡面 但我本身通常很大聲 因為我不想人是注目在喊 而是注目在耶穌 但有些人有時 因為他們的憂傷很重 他們的闖淡很重 他們就會喊出來 或者會喜樂 笑出來 這也是神的喜樂 或者醫治臨到他身上 我希望大家對於聖經工作 能夠明白和接受 不受影響 不會說 是甚麼回事呢 因為有些人不是全面接受 我都會這樣說 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做 有些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有些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可以的 即是他用不同的方法 不過只是說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平和的方法 都聖靈一樣可以做工 一樣可以改變人的生命 而我們做的最好呢 就是跟從聖經所說的 有些做法呢 有時是聖經沒有講到的方法 但又不一定錯 這就是我們需要分辨的 我待會稍後會帶大家去愛慕神 一起集體愛護神 去幫助大家去經歷神的工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